拜拜 拍Vlog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了 去大草原了 陈锦宇 还要拍Vlog啊 然后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个火车站 看看啊 这个车是不是很帅气 陈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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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帅 收费 收什么费 陈锦宇 陈锦宇 陈锦宇还要收费 一分钟一百一百 一分钟一百 你这么贵 这次 还能游泳 想游泳吗 那走吧 我们一起去游 今天去游泳 不是 人家是上课的 游泳课 我才想修你的鸡肉吗 批掉一点好了 修 修的酒就回一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然后准备半日做 那就是什么 我还记得拿来 那对 最近就进来 我妈记得了 过来 我只是想修了 那些东西 就是 可以 小手 不是 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到睡觉的时间了 然后要刷牙了 好,然后现在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 嗯,今天到了雷姆胡和浩特的时候呢 觉得其实胡和浩特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 因为我们在,嗯,就是,就是,就是,出发的时候 出发的前几天我们还专门去买了棉裤 然后因为作为一个成都南方人,我其实很少穿棉裤 然后听说胡和浩特零下二十多度 所以专门去买了棉裤还有暖宝宝 结果下火车的时候,发现好像用得着 嗯,虽然它的气温写的是零下十七度,十八度 但是我觉得还好,然后,希望明天排练顺利 然后,嗯,加油,晚安,晚安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去彩排 春节,联欢舞会 它怎么还不开 没开呢 耶 哈哈哈哈 好,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彩排地点 好,看看我们的远出服 啊,然后,要上三个 照顾,照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收费 收什么费? 不收费,不宜业 你要收什么费? 就是给钱 你怎么钱? 给那个地产费 什么? 你说它不宜业 这么贵吗? 嗯,不宜业 啊,你看好多小朋友 还有一个跳萌波舞的舞蹈架 特别厉害 好多小朋友啊 组合的花朵 哈哈 他们是不是从小就学这种舞啊 他们是不是从小就学这种舞啊 我觉得应该是 哇哦 拉丁小孩 拜拜 你以前是不是跳过国标 对 对 对啊 那你以前有这样穿过吗? 是啊 那那会儿都是这样穿的 就是去比赛 要么就是全黑 要么就是上班 起床了 然后 我们现在吃早餐 哎 我帽子给我拿了吧 哈喽 我们现在 你别害了 帽子给我拿了吧 我们现在已经 今天 做饭了 哦,不做饭了 今天录制 哎呦,这边也可以 好 今天已经录制了一天 然后今天终于结束了 现在已经是凌晨 然后薛老师还在想他的帽子 你帽子给我拿了呢 再慢慢点到 然后 嗯 刚刚 中途休息的时候都已经困 然后就睡了一觉 发现 是不是有红雪丝 是不是有红雪丝 眼睛 现在现在眼睛里是不是有红雪丝 回到了酒店 然后 就是 说一下今天的录制感受吧 就是 感觉自己回到了大厂的那个时候 就是 因为像我们 会有 会要等其他节目的时候 没有后场 后场 后场就会等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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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经常等着等着 然后就睡着了 而且还得保证自己脸上的妆和头发能乱 所以说睡着的时候还是 嗯 就这样就睡了 然后醒了过后就是脖子会很酸 今天好像又体验了那种感觉 嗯 嗯 好啦 那就 早一点休息 然后 明年还有一天 然后可能会不拍一些镜头 然后明天加油 晚安 哈喽 是不是发现我还没有睡 是因为呢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这有长领云中的真 昏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生 灰树叶飘转在池塘 看飞机红的一身去圆巷 光阴的长浪 脚步伸跃 脚步伸跤 转的一辆 无人的空挡 晚风中山光 急阵从前啊 飞驰中旋转 已不见了马 远光中走来 你已深情了 身旁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深不下 好啦我们应该睡觉了 然后祝你们以后的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 然后相信我 我会一直陪伴在你们身边 加油 晚安 早晨起来 拥抱太阳 外面的水 现在是最大的 夜夜 小时 才能够接近 打开 白天 只要晨晨雨发现了我 然后 就像晨晨雨发现了我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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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干嘛 我现在 我现在在跟你拍这个 这次的Vlog 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在干嘛 我们在拍Vlog的同时 现在在银池川 银池川 但是银池川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拍完 因为 我也不知道 因为你是不是你跳错动作了 不是我跳错动作了 你表演什么事情 One mor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再来一遍 原来不能跳错动作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们来了几遍了 N遍 现在就是想睡觉 你又困了 这边免费雪糕 拜拜 吃吃雪糕 给他拿一个 小布丁 拿手 啊 我就是胖 胖 胖 快要抓住 加美严 赵洁 就是加美严 等一下 怎么感受 来采访一下 好疯啊 你吃冰淇淋 好疼 流血了 没有流 这是什么感觉 很爽 我跟你说我刚才在车上去 我就看到一个抖音视频 就是一个男的小孩吃雪糕 然后就黏住了 然后就淋水 没想到就来了 快乐就是当你 可以讲白贝的意 没想起给我拿的小布丁 他那个什么差很多 他就是给我拿了小布丁 然后等我粘上锅他就开始拍 这是 这是什么 不是 我真的是 我刚才拿了小布丁 杨旭说白贝肯定要吃 然后我就教你了 这是什么严厉啊 就是太冰了 他就冻上了 哇 我人生第一次这么 好玩不 你 你 你给我闭嘴 哈哈哈哈 我们要准备吃火锅了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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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就要回 北京啦 然后现在我们在高铁站 然后 准备回去了 准备回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